各位貴賓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先自己敘述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本來對歷史文化完全是一片空白 剛剛有貴賓在問我說我本類是什麼 我本類這邊有我們同學在 我本類是讀那個公教的 我就是教在高府裡面教書的 我是教汽車修務科的 所以是學習的 因為因緣際會 後來就是當了志工 當志工以後開始接觸這些 因為我們志工隊也是需要有一些資料 提供給志工做導覽解說的參考用 剛好我就去透巧去擔任這個責任 所以接觸到一些資料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嘉義士真的是像剛剛那個兩位理長講的 是一個文化的寶庫 比木材業來講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大到整個台灣 或者你把它縮小到嘉義士 甚至於縮小到嘉義士某一家木材行 那種真的是可以找出很值得來傳述的一些故事 像我印象中去年 文化集好像也是在文創年紀那邊辦了一個跟那個大溪 陶遠的大溪 他們兩個我們嘉義跟大溪兩個木業都市 那時候他們也要前我去分享那個我們嘉義士的木材業的發展 那個對照起來真的是讓我們驕傲說 我們嘉義有這麼多正規的歷史文化 那我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我被指定的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阿里山林夜村 阿里山林夜村算是我們嘉義士一個比較新興 大家也比較陌生一點的一個場地 因為在早期嘉義士他有一個都市更新計畫 總共有四個子計畫 其中有兩個一個叫快逸深樓村 一個叫做阿里山林夜村 那快逸深樓村大家都比較知道 阿里山林夜村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 因為他只有開放那個森林之客 那一個打蛋而已 那他主要的場地今天 今天開始對外正式開放 即使他早就有開放 只是因為他中間陸陸續續有一些整修 他有時候有限自己 所以大家會對他比較不了解 那我們就開始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我本身也不是協議史的 只是專類的 所以有時候人家都會問我說 那些是你講的嗎 那些是你去創造出來的嗎 我跟他說我沒有那麼偉大 歷史我沒有辦法去創造 我只是去把它找出來 根據一些文獻之外去找到 然後整理出來以後 我又不是上帝我不可能創造歷史 所以我後來就是我每一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我這一次參考的資料 當然沒有辦法很完全 就是大致上有哪些主要的呈現出來跟大家做報告 所以強調一次 等一下我們要講的東西 全部不是我創造的 他說本來就存在那邊的 或者是從這些文獻資料裡面 或者是其他管道去把它找出來 整理出來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一開始我們先介紹一下 檜木的種類 這個大家有一些夥伴有聽過 我想還是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家裡是木材之毒 主要是檜木 那檜木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還是稍微把它做一個背景介紹 檜木它這種東西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有 台灣、日本跟別名 別名地區 那原本植物的分裂說 檜木有七種 後來最下面那一種 他在植物分裂學上又把它拿掉了 所以以植物學的分裂而言 現在檜木是只有這六種 那這六種裡面 我們台灣佔了兩種 那也許是我們自己 老王賣瓜說我們自己 不過應該喔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就是我們台灣的檜木 顏色質地香味 是這六種裡面最好的 像日本花博啊 聽說他那個味道是臭臭的啦 味道就不好 所以就不適合用來造家技 所以這是全世界檜木 只有這六種 你看昆布的地點就很恶俗啦 都是在太平洋裡面啦 你看我畫紅色的地方 這邊 這邊是北美 不過這個車位北國已經被拿掉了 然後這邊台灣、日本 就是全世界喔 他很珍貴的原因就是只有這三個地方 那我們台灣的快步有什麼呢 我們台灣的快步有兩種 紅筷跟扁木 那這個紅筷跟扁木啊 紅筷他的 我們比較熟悉常常聽到的 有些人把他發音變成 其實講錯啦 應該是扁木 啊扁木 我們剛剛講的扁木是指扁木 好像下午各位會去愛慕村吧 到那邊的話 如果有去的話 那邊應該會看得到扁木啦 紅筷這些東西啦 那我這邊是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的不同的他的 怎麼去分辨他的形狀啦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有些 我就不想去介紹這些 除非你去扁木 那紅筷跟扁木在台灣的分布 當好以嘉義為界限 往北 一往北邊 像擦邊山太平山那邊 扁木越多 紅筷越少 一往南邊 紅筷越多 扁木越少 早期曾經有一個學者啊 曾經很想 曾義通 他就斷言說 在高雄地區大五 北大五山那裡 沒有扁木只有紅筷 不過呢 這一計畫被推翻掉了 大概兩三年前 屏東民館處在小鬼爐那邊 發現了一大片的扁木 所以證明台灣的南部也有扁木 只是量比較少 那這個扁木他的分布是 跟紅筷他的分布是這樣 以嘉義為界限 那我們的阿里山當好怎麼樣 得給毒 阿里山上面 日本人去調查 值得砍滑的 冠木跟北某總共 將近三十萬顆 超過三十萬顆 北某跟紅筷各占一半 當好是一半一半 那兩種的優缺點 各有各的喜好 我們也很難講說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 不過扁木生長比較慢 紅筷生長是比較快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看他的 到底他幾人的話 像這邊 扁木最尾一公尺是半算200 紅筷呢 半算155 因為他生長的比較快 那通常 我們有時候在導覽中 會跟人家講說 搞肥子是什麼 不肥子 就那個皮的厚薄啊 就是什麼什麼 所以導致台灣很多 有紅筷扁木的地區 那個樹皮都被遊客撥得快要撥發了 所以你到阿里山去看 會看到他那些紅筷扁木 都會穿衣服 有那個竹魚竹席啊 因為志工解說就講說 我們要分辨紅筷扁木就怎樣 皮跟厚薄 其實你剝下來 你沒辦法分辨 因為他所謂厚是他好幾層 不是剝一層而已 但因為志工有時候 因為志工大部分 我們志工都是會專業的 所以就是前面前輩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講 這個造成這個這種現象 他如果我在打擾 我會都跟遊客講 我不會分辨 我只有什麼情況之下 我會分辨 砍下來以後 看他那個捕食的那個狀況 樹性的洞 下午我們到現場 我再跟大家介紹 下午我們在現場會看到 那時候我就有辦法分辨 如果是活的的話 坦白講 除非說有很明顯的特徵 不然有時候也不見得 就能夠分得很清楚 像這一張 這一張我就可以很篤定的說 他是紅筷 他為什麼說他是紅筷 因為他腐蝕的 動的不一樣 剛剛上一張的資料裡面有講 紅筷跟扁伯 他生長久了以後 他會受兩種真菌 不是細菌 兩種真菌去腐蝕它 扁伯是連香腐菌 那紅筷是連根腐菌 所以我們有一些老前輩 會講連槓連槓 那些木材業的那些老人家 他會講這個專有名詞 那連根腐菌 他腐蝕的特徵就怎麼樣 那個洞比較大 某香腐菌腐蝕那個洞比較小 而且比較分散 所以我說砍下來 你就會看 看他那個樹芯 洞的大型 情況我就知道 那是紅筷還是扁伯 那我們下午到現場可以看到 那檜木他的優點就是這些 當然見仁見智 其實以做家計或者是做利用 商品利用木材而言 檜木不見得就是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以台灣自己所產的木材而言 他是最好的是沒有錯 但是以前世界而言 比他性質還要好的木材應該是還有 那檜木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做很多地方的那個用 但是有優點也有缺點 比如說我打叉了 就是他不適合的 做地板 因為檜木他容易累 他容易累他 所以他就不適合去把它削整一片一片 做成那個木地板 再來衣櫃蔬櫃適合放食物的東西 也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檜木含有很豐富的 精油成分 你今天放一個食物放到這個 兒子放一個好吃的東西 半小時要拿出來吃 味道病 他那個精油就改變他的味道 那為什麼不能當衣櫃 因為他有精油 白襯衫放進去 可能變成黃襯衫出來 或是讓你的衣服會變成 所以他就不適合 用來當衣櫃書櫃這些東西 不過看怎麼用啊 聽說日本人 他們那個做薩西米的師傅 他最重要的攻擊就是那一把刀 那一把刀他是他的寶貝啊 每天要下班的他要把刀清潔乾淨 要放在什麼樣的盒子 用檜木做的盒子 因為有精油可以殺精 所以那個也是看做什麼用途 大致上就是檜木的用途是這樣 那日本人為什麼要大量開花阿里山的檜木 一開始坦白講 要開花阿里山檜木 對日本人而言非常接近 他那種想方設法規劃的八條路線 都沒有來表結的是很好的 到最後採用說要蓋鐵路 要花什麼錢 那時候日本人沒有錢喔 他政府經濟非常結局喔 他還是決定要蓋 為什麼 因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 那時候日本人要建設台灣 他剛剛佔領台灣 他要蓋鐵路蓋房子阿 他需要很多木材 那有時候我們弄木材 他如果是到處弄木材 那這些木材不一定能夠拿來做這些用途 比如說做什麼 枕木、兩柱 這些都需要比較粗搭的 性質比較好的木材 那台灣平地沒有 怎麼辦 進口 那時候進口的木材 日本人在台灣喔 他進口木材他大概有分四個時期 在那個時期哪一點是什麼呢 從日本本土跟台灣對面湖州 從那邊進口進了 進口的壓成本比較高啊 而且性質不一定好 那時候汪重貫鐵路 其實清朝就已經蓋了 日本人只是把他再重新整修 再把他沒有完整的路段再把他補齊 但是他需要的折木量非常大 所以一開始阿里山開灣最主要去探探的是水 是日本的鐵道部 總督武的鐵道部 還有電信部 電信部通信的電話電報盒 為什麼他不來去探探 電信單 電信單要木材 那日本很多單位都聯合起來去探探阿里山 所以主要就是需要取的這些木材資源 你說光用從國外進口不行啊 成本太高了 我們台灣一直都是木材的輸入口不是輸出口 即使日濟時代日本人砍了那麼多塊木 大部分還是留在台灣 為什麼 因為自己要根本就不夠 從清朝到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木材大部分都是進口的 那有人說阿里山開木不是都被日本人拿走嗎 沒有錯這一句話也沒有錯 為什麼好的都拿走了 那時候日本人的政策就怎樣上財賣出去 換外貨換錢進來 然後用這些錢去買那個中校 買比較便宜的 就是用這樣經濟學員理 所以也無可後悔啦 那除了這些剛剛講的這些 還要經濟建設這些更無端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金氏用土 各位喔 你在林泉路 從林泉路要下來 經過山子頂植路 樹木園、植物園 左邊 你從那個林泉路下來 加瓦沖水那邊下來 左邊 在去大愛的時候 你抬頭你看 你會發現有很多樹上面掛滿香蕉 它開的花是白色的旁邊 中間是白色的魚條 長長的 旁邊花是黃色的 好像香蕉剝乾一樣 那個叫做醋葉子子木 那種樹 為什麼在那邊種那麼多 因為喔 日本人他們 強大起來以後 他也要積極擴充金貝 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世界很多主要的一些國家 美國、英國、日本 還有那個 義大利 總共有五個國家 他們用無限制的 一直在那邊競爭 你造的軍艦力大 我就造的比你還要大 大家去對競爭 美國話就說 這樣好相信大家都說不了 所以喔 他召開一個華盛頓公會議 要求大家 停止競爭 那這個會議 就怎麼樣 你做的軍艦比例 照比例來 美國英國是百分之 還是五 五比五 日本是多少比三 他們就太會這樣造假了 這樣日本不滿意 但是他也只好接受 好 那這個公約大家要怎麼去遵守 看你那一個國家 又問的進口量 當然他也會派監督員去 監督你的造船長 可是他總是有辦法偷照啊 怎麼樣去看他有沒有違反這個公約 看幼木的進口量 為什麼 因為即使是金屬製造的金艦 他上面也需要大量的木材 那以前的金艦或是輪廠商船 他所用的木材主要都是幼木 都是用幼木 不能用一下178的木材 不能在海上容易捕爛 容易捕食啊 所以你如果這個國家的用物的進口量 你那個民用的多少 金用的多少 平坦是多少 按照這個比例算出來 應該大概就是進口多少而已 你如果進口超量 他就知道你偷偷造金艦啊 日本人就搞這個花招 但日本人為了逃避這個監督怎麼辦 觸葉赤子木剛好是可以當幼木的替代 所以他就在台灣在嘉義這邊施種 所以為什麼我們嘉義三支頂四木會有那麼多 他種完以後因為發現什麼 阿里山怪木 不輸給幼木 所以就沒有大量把那個觸葉赤子木推幅出去了 這變成觸葉赤子木是在我們嘉義植物園裡面 是一個很特殊的 他已經可以自我生長自我繁殖 就是不需要人類先管控他 他可以在那邊自己無限的繁殖下去了 那這邊幼木當今是用乳幾粒而已 日本最大的一艘戰艦 大鵝號 他一共有兩艘 大鵝五帳號 他全部是金屬建造的 但是他的甲板 還有裡面面部空間 又必須用木材 他用的是台灣怪木 用多少 光最上面的木甲板 就用195.9噸 然後裡面還用到180噸 其他用 這是大的金屬建 才有資格用台灣怪木 比較小的像七族建那些都沒有 沒辦法弄到這麼好 鋪一層油鋪子而已 在那個時代是這樣 所以快木對這個人而言 其實對這個人而言 都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物資 好 那我們在市面上常常會聽到很多快木 現在有很多快木 因為只要灌上快木 本來我賣一彩五百塊 我可以賣一千五 所以你會聽到有夜藍怪木 遼頭快木 南洋快木 每塊錢 其實每塊才是真正屬於快木屬的 叫我們剛剛講 其他上面那邊都不是 那其實這邊也都是好材喔 都是好的 像那個貝殼山 這貝殼山我們山之頂植物園裡面也有 有兩顆死掉一顆了 像去年的台湯把他打掉一顆 貝殼山那也是很貴的木材啦 問題是他如果商人在賣的時候 他講貝殼山他可能一彩只賣五百塊 他把他灌成南洋快木 一彩可以賣沒有多少 可能加倍兩倍三倍四倍不死 所以這些快木的臉層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但是真正快木 我們全世界就直接幾種?六種 就是剛剛講的那六種 就這樣而已 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快木 他剛剛只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快木的辯解 那因為快木 我們嘉義被稱為木材都市 他竟然當之無愧啦 因為嘉義的發展、澎湖發展 跟快木 跟阿里山的快木是息息相關的 甚至於這張照片是在晚上照的 現在的中央噗水石 現在中央噗水石 中央噗水石 中央那個澎湖那邊 立了一個霓虹燈 新高阿里山登山口 這個大概在192年193年代 嘉義士的一些商人 一些民間人士在推動 要去把阿里山變成國家公園 推動觀光 所以他們就在嘉義士 也被递了一個新高阿里山山口 證明嘉義跟阿里山是息息相關的 那也因為木載嘉義市的人口急劇上升 上升的比例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沒有把那個圖表淚出來 他那個人口增加率啊 比方前台灣是300%之5 嘉義市的人口增加率是百分之十幾 跟前台灣省的那個平均率比起來 都是好幾倍 為什麼?木材 這邊是木材 後來這個木材資源當然就越來越少 其實日本人開花 他們本來一不可以開花八十年 結果一開始砍花下去以後 大概一二不到十年 他們就發現春無果子當 所以他們一直一邊砍 他一邊就在思考要怎麼樣去轉型 那對好的轉型就是什麼? 觀光 那後來光復以後啊 阿里山的快木到民國五十三年 都已經沒有了 到民國五十三年就已經停止了 可是嘉義市的木材業到民國六十幾年 七十年都還有 甚至在民國五六十年代 他是非常新生 為什麼? 因為他轉型 他轉成木材防武 核板製造 花板邀科 那木材來 從哪裡來? 從台灣其他地方來 從太平山羅東啊 那邊 魚人那邊啊 那邊 那邊